我們先從監察院公佈最新的一個 廉政專刊裡頭 他揭露了韓國瑜跟他的妻子 李嘉芬存款四千五百五十九萬元 那韓國瑜他出席的 今天的公開場合裡 他有做一些回應 來聽聽這個大現場 財產申報的數字出來之後 對您庶民市長或您庶民總長會大打 什麼叫大家 其實財產申報大家仔細去看 就是最大的一筆 就是選舉之後的補助款 把它扣除之後 我想我們的財產都是乾乾淨淨的 這個財產說實在的 清清白白乾乾淨淨 沒有不可告人之事 那如果說把這個補助款扣掉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也是一樣 夫妻打平滿 我覺得這個是希望大家來理性的看待 而且對於所有選完之後候選的補助款 也不是只有高雄市有 每一個縣市長每一個議員選完都有補助 包括里長 那好像對高雄市市長韓國瑜這邊 用放大鏡看得特別的大 而且得票率 我是得了將近90萬張選票 也不是全台灣最高的 大家去看就知道 我再重申一遍 我們的錢來得乾乾淨淨 單單純純 那麼未來我當任任何公職 任公職這個身份我絕對不會經商 這一點請民眾來相信 他說他失業的17年喔 來 看出什麼樣的端倪呢 其實從來沒有聽過一個失業17年的人喔 可以有4000多萬的一個存款啊 那我認為最大關鍵是什麼 第一個韓國瑜他跟其他候選人有個很大不同 是自稱自己是庶民 意思說自己曾經從雲端的掉下來 可是你看到其他候選人 就算他過去做生意 像郭台銘 他財產申報1400多億 沒有人去質疑他 沒有人說他錢哪裡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錢 是做生意來 鴻海來的嘛 可是為什麼4000多萬韓國就要質疑 因為他自稱庶民 而且他的財產到底是怎麼來 他覺得很奇怪 我們來看到他的經歷 從第12屆台北縣議員 1990年到1993年 到立委到2002年 那之後他其實就失業了 總共有十幾年的一個時間 完全沒有任何的工作 一直到北農總經理的期間 他如何到現在 你看到他申報的這個數字 就是4559萬 而且名下還有一台 Lancers 220萬的一個房車 更奇怪的是這台車是什麼款式 現在很多人都在問 他開哪一台車啊 不知道你登記了這台車 就你不敢開出來給別人看 這不是裝窮是什麼 這不是庶民 這不是假裝自己的庶民是什麼 他讓許多人相信說 他真的靠滷肉飯跟礦泉水 然後就可以打選戰 要很多窮人真的去捐錢給他 我可能一天擺攤子賺一千塊 結果就捐五百塊給你 結果你騙我 你自己開名冊 你自己存款四千多萬 這樣大家可以說得過去嗎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之前吳子嘉 他曾經有爆料過說 在募款參會上面 吳敦義有幫韓國瑜說 一場募六百萬 一場募八百萬 加起來是一千四百萬 所以韓國瑜這四千五百多萬 是從吳子嘉所指控的 吳敦義來的韓國瑜這時候又說謊了 他今天回應是說 我的財產清清白白 都是有選舉補助款來的 大家回去看四月的一個新聞 韓國瑜那時候說 國民黨只給我十二萬 他跟監察院申報的時候 政黨補助款是補給誰 補給政黨 補給國民黨 國民黨對他的補助只有十二萬 所以說韓國瑜擺明就是在說謊 他是不是真的透過吳敦義 拿著一千四百萬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黃光琴也說了 三千七等於三千二加五百萬 是不是這三千多萬 就是這四千萬的來源 這是我們第一個要質疑的 你就有一些韓粉就質疑說 他講的其實不是政黨補助款 他是口誤 就像他說是中華民國地區 他也說是口誤 好假設他講是這次高雄市長選舉 你面臺桶就拿了兩千七百多萬 那我問了一件事情 市長補助款照理來講是補給誰 補給你的選戰中的種種花費 包含你的那些幕僚啦 你要去掛那種大型的廣告看板啊 還有你辦那種大型的活動 那些椅子音響設備 加在一起你要給 怎麼可能你在這個選戰當中 你完全沒有花到錢 所有的政黨 所有的對個人的市長補助款 都進自己口袋 這完全不合情理 如果他真的是一個體恤庶民的市長 你在選舉過後有結餘 這些錢應該全部還給窮人嘛 全部捐給公益嘛 全部給那些曾經窮人 但是捐款給你的那些人 韓國瑜有沒有做到他沒有啊 那除此之外 還有蔡振元的4000萬元對不對 沒錯他還說 7月25號 這個4000萬元 韓國瑜原理否認嘛 他說如果我拿這4000萬元 我就辭職 怎麼那麼巧 蔡振元說你拿4000萬 黃光琴說你拿3700萬 這樣的一個紫色 就剛好你報出來的財產 就是這4000萬 那到底的背後原因是什麼 我想明眼的人都可以看出 各種的端名 來聽聽這個大現場 他說失業長短有17年的時間 全國最年輕的立法委員之一 是成功還是不成功 當然成功 國會議員呢 等到我有一天 拋掉了立法院 經過了9年 我不想看 找不到方向 開始生活 亂七八糟 忘了自己的目標 不能再選 對不起選民了 我拋掉以後 都打到一個冷凍庫 前後離開政壇 17年 不過離開政壇 17年 過了17年之後 來參選國的市場 那這個17年 才各位同學 這個不好 這個是很難好 這是從44歲 差不多到60歲 這是人生最恍金的 這個男人就像一鍋湯 他煮到熟的時候 就把這個湯給喝了 我那鍋湯最熟的時候 我不乾了 我離開了政壇 所以現在61歲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工作 這個工作叫高雄市長 你說各位 我要不要認真的乾 要不要努力的做 大家同學們覺得成年 來 楊老師 失業17年 2013年 是到北農去任職 有可能到北農任職賺很多嗎 有可能恢復做事之後賺很大嗎 那做了什麼呢 來 楊老師怎麼看 其實真正要比較的 財產登陸 大家要看的不是絕對值 今天家境富有的人選舉 他的絕對值可能很高 他有很多存款 他有非常多筆土地 那這些可能家境平寒一點的人 他可能根本就沒有多少存款 也沒有多少不動產 財產登陸最重要的是相對比較值 韓國瑜最近一次的登陸 應該是在選舉前 因為候選人 市長候選人是要做財產登陸的 對 所以比較啊 我個人覺得不應該是去比較 2010年 也不是去比較2013年做北農 那時代都太久遠 應該比較的是 他在選舉前 他所登陸的財產比例 跟選舉後他增加的財產 就像他剛才說 這4000多萬 多數是選舉政黨 選舉補助 可是事實上 他這一次高雄選舉 得了89萬 他最多補助到2600多萬 是根本遠遠的距離 他現在要解釋的4000多萬 4600還有一大段距離 將近有1900萬的錢 要加以說明 也就是他事實上選錢 沒有的存款 在選後為什麼會增加 那如果是政治現金 他必須要根據政治現金法 來規劃這筆錢 他不能放入到私人的户頭的 這是政治現金法 明文的規定 也就是政治現金 是放在政治現金户頭 選前選後都是一樣的 他要專款專用的 他用在跟選舉相當事務等等等等 或者他跟他公務有關 他不能放在私人户頭 這不能户移的 這些其實韓國瑜 都沒有加以說明 也就是我覺得監察院 這個我覺得媒體 應該更多的來關注 也就是選錢 跟現在財產的差距多少 多少 然後他應該如何來解釋 就算了